宠物店一房难求 国庆假期催化寄养热潮 资本大局涌入宠物市场 编者案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 2021年以来 消费市场总体呈现稳步恢复态势 但恢复不均衡 基础不稳固 7月下旬以来国内疫情多点散发 对消费市场又带来新的影响 银科资本产业控股事业群副总裁刘洋 向《仲券时报》记者表示 广西基地年产3000万头份狂犬并灭活疫苗产线 已建设完成 全二连 包三连处于临床研究阶段 宠物诊断试剂 宠物药品 宠物保健品均处于不同阶段 宠物电商平台一宠也在积极布局 其他宠物公司正在接触洽谈中